請我們用熱熱的掌聲來歡迎魏仙 鴻海大家都知道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ICT製造商 高效 執行力 還有硬體製造是它的本能 大家都 trust 它的這些能力 今天我要講的是 softer side of 鴻海 軟一點的 我就直接切入我今天要講的重點 就是MIH 我們大概都知道十幾年前 各位可能如果跟我年紀差不多了 年輕的時候大概都有這些 device 全部是 software 的 那今天大家都知道這些 device 包括更多的這些本來是硬件的 device 其實都跑到你的 cell phone 全部是 software 所以軟體定義世界 未來世界已經成形 那這個 re-image out 未來的電動車 其實是可以去想像的 第二個重點是 power open 我們都知道 Tesla is close 那我們未來怎麼樣發展 第二個重點就是 open 我們大概也知道就是說 因為我是 Apple 過來的 所以這段歷史我比較清楚 所以 Nokia 是 king of the phone 那時候 那 Apple introduced iPhone It changed the world 是因為不是因為那個 phone 而是因為它把 SDK 打開給大家 去發展各種的 APP 的應用 這個動作 changed the world 接著 Android 不只打開了它 SDK 它把 source code hardware definition 全部都公諸於是 讓大家來做 Android 它變成世界上市占最第一的 雖然不見得是 user experience 最好 但是它市占最第一 所以 the power of software power of open 這兩個其實是 MIH 最重要的一個地方 就是 EV 開放平台 未來的應用有哪些呢 舉例 我們現在知道的 Tesla Open Pilot 基本上你開 Open Pilot 每一個人開的其實都一樣 體驗也一樣 將來未來在 MIH 上面支持的是 多種自駕模式 個人模式的這種開放 而鴻海它的 capability 大家都相信的是它的製造 那它的製造的強處 其實早上有一位朋友問我說 這個 supply chain 我說我不是 supply chain 專家 我是 software 我搞 software 的 後來我想一想它的 supply chain 是跟 Tesla 很像的 都是從 ICT 產業來做 supply chain 傳統的 automotive supply chain 完全是拉得很長 它的 Tier 1 Tier 2 Tier 3 Tier 4的這種 ecosystem 和 rapid development 三個月 六個月 就是換新的 design 這種 supply chain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是為什麼 Tesla 能夠做得那麼快 然後它能降價 降得那麼快 未來我們有一個議題 當大家在討論自動駕駛汽車的時候 請問摩托車有可能自動駕駛嗎 答案是不需要 因為如果你買得起這麼高科技的摩托車 你就不會買摩托車了 摩托車就是因為要省錢或省時間的產物 可是當全球電動車邁向自動駕駛化的時候 這些機車能跟你溝通嗎 這台灣1400萬輛機車 能跟自動駕駛車互動嗎 能趨吉避凶嗎 所以宏加騰加入鴻海MIH的唯一目標 我們希望能夠未來用最低的成本 那1400萬輛機車都有安全車聯網 並且可以跟未來的自動駕駛車聯動 各位如果你有在加州開過Tesla 你知道你是可以開到加拿大的 如果你真的有心的話 但你要知道同一台車到了台灣 你進到市區根本不敢打開自動駕駛 因為不好意思 賓市有一套安全輔助系統叫23P 你只要有開賓市的車 你在台灣的巷道試試看回轉 他只要偵測到有一個阿嬤騎這一台摩托車靠近你 他就自動幫你煞車安全帶幫你勒緊 你沒有被撞死先被嚇死 所以不同的這個Localize的狀態 必須要有不同的軟體定義車輛來做服務 這是我們現在的感受 最辛苦的時代也是最美好的時代 我們在全地球最安全的國家 打造即將要帶給全球機車市場變化 跟突圍的全新工具 並且可以跟未來所有自動駕駛的汽車來聯動 我們把所有的力量串起來 證明台灣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國家 而且去年應該全球沒有人會再把 台灣跟台灣的評錯了 謝謝各位 我們下班了 好嗎 是的 我們今天要談得很高興